大家早上好 祷告必成真的原理是必定从恩典衍生出来的 因为恩典告诉我们 我们原本是罪人的罪魁 是一无所有的 但却因耶稣基督蒙受了天上地下的一切祝福 既然我们是恩典永召的人 所以我们要用这个恩典的心灵 跟上帝祷告交通交感 主说无论我们祈求什么 只要我们信是得着的 就会得着的 若我们的心灵还被责备 还有自己要多得的地方 还没有把神的话成为心里的欲望来祈求的话 我们不能信是得着的 所以当我们明白恩典 然后按照属灵的原理来祷告时 无论祷告多短多简单 都必定会看见祷告某应运 因为上帝的众天使天君 是按着这属灵的原理做工的 那上帝的天使是按着什么属灵的原理来做工的呢 第一 接着上帝儿女的心灵来做工 这是在西伯来书一章十四节说 那承受救恩的人就是上帝的儿女 上帝儿女的心灵是没有定罪 没有惧怕 而绝对蒙上帝喜悦的心灵 这些都是跟自己的条件与感觉无关 其实我们许多的祷告不蒙应运 并非是我们所祷告的不按着神的美意 那因为不依上帝儿女的心灵来祷告 儿女是会累会埋怨会生气 但是上帝爱我喜悦我应运我是没有改变的 我们要用儿女的心灵跟上帝互动时 天使马上会做工 那时需要的智慧感动答案就会来 所以祷告的原则是我们要抓住 我们无论多么软弱 天父还是爱我喜悦我 那第二天使是按着相信应许的心灵做工的 但耶稣基督还没接到天上之前 耶稣因门徒的不幸和干应责备了他们 但主的应许仍然没有改变 之后叫他们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乱人听 同样的上帝的应许是无条件的 虽然我们的信心会有软弱的时候 但上帝的应许还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当要抓住应许来祷告 不可以情况条件或自己的能力来判断 应许是否将会成就 因为应许是已经成就了 如果你是公司的小职员 是个家庭主妇 是个普通的学生等等 只要我们的心里带着有应许的 心怀意念去的话 上帝必定会提拔你的 因福音的缘故 是旁边的人都会重视你 那上帝的应许是绝对的 绝对的东西我们要抓住 之后天使按着我们所信的应许 更快的成就 那第三天使是按着公义和平 并圣灵中的喜乐的心灵做工的 这是在罗马书14章17节说 当一个人得到儿女的确据后 他的心里面是有公义和平 有圣灵的喜乐 这个叫天国 叫圣灵的喜乐 所以每次我们因爹和华喜乐的时候 上帝会将我们所要 所愿意的给我们 天使就是看到我们的喜乐 平安的心灵而加倍做工加恩的 那有些弟兄姐妹总是说 我就是不能喜乐 那怎么办呢 我们要学大卫 大卫幽闷的时候 他就问我的心啊 你为何幽闷呢 一直要跟上帝确认 如果我们的心不喜乐的时候 我们要跟上帝摔跤 每次摔跤的时候 天使会来 叫我们的心灵能够喜乐起来 那时我们的冠冕 会大起来 祝福也会多起来 第四 天使按照明摆上帝美意的心灵做工 我们被神的美意感动 也喜悦上帝的美意时 圣灵马上做工的 圣灵不会烦我们想要的感动 然后逼我们要顺服的 上帝的美意是必定会感动人的心 比如越南起初逃避上帝 上帝使他被鱼吃掉 但越南在鱼里面明摆 也接受了上帝的美意之后 上帝就把他从鱼里吐出来 之后越南就自愿去了 那最后第五 天使是按照感触到灵界的心灵做工的 一个人对灵界有感触 有意识的话 他的祷告会成就 属灵的人是会有感觉的 他读报纸的时候 也会看到上帝要跟他讲的话 有些人忧闷后 就一整天忧闷下去 但是有些人因自己的一些忧闷时 就会想发现忧闷的理由 这就是属灵人和世界人的不同 属肉的人只有看人肉体的事 而不会看属灵的环境 属灵的人听到好消息或坏消息时 他会想知道神有什么话要告诉他 所以这等祷告会继续看到成就的 所以各位 这就是我们祷告成真的五个属灵原理 当我们抓住这原理来祷告 天使马上会做工 我们的身心灵也都经历圣灵的大能与成就 但愿这祷告的原理不是成为我们的知识 而是成为我们心里天天祷告的确据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